好我们要持续关注的是金华诚案 今天的七名被告积压期即将届满 北俭当然再度提出 早上是柯文哲 下午是彭震生 是要厘清相关经流吗 还是有其他的侦办进度 北俭的记者姚依庭 好主播各位观众 那以持续来关心 北俭侦办金华诚案的最新进展 那您能看到呢 北俭这边是动作相当的多 今天下午呢 是第七度的提讯了 前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来到北俭这边进行讯问 而他下了求说 同样呢是一身穿着了 北锁的蓝色外套 双手被上铐 在法警的陪同下布入地检署 预计呢 今天下午第七度的 要来进行开庭 那北检呢 其实就是想要赶在说 下个礼拜 其实就是七名赞押被告 陆陆续续呢 就是金牙期限已经到了 所以呢 要有赶快有新的动作 那包括呢 其实今天上午是 又再度借题的 这个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那下午呢 则是提讯了彭散生 势必呢 要来理解就是说 金华城案当中 到底有没有贪污可疑的金流呢 那其实金华城案的 这个贪污金流 其实还有涉嫌到 政治现金的部分 现在就是要来厘清说 到底里头有没有 其实是有假行贿 然后其实是有 贪污的嫌疑出现呢 毕竟呢 毕竟呢 还有包括像是周刊 有爆料 里头 其实有一些USB 有写到说 像是小选一五 李宁拿 或者是有提到 谢国良三百 或是博弈教父 他也有写到 有两百的这个数字 是不是金流 这个可能性 到底为何 也要由检方要来厘清 那么我们现在会持续 在北检这边 为您守候 如果有任何最新消息 再随时为您做掌握